大家好,我是林耀光师傅 今次就讲紫微斗数的初班 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基础的知识 给大家认知 和了解一下我们的紫微斗数的起源 和他们的结构 和如何可以计算我们的命运 如何的走势 紫微斗数是用我们天上的星星 用真实的星和假的虚星 用它们本身赋予了一些内容 包括它的能力、样貌、不同功能 这些就是我们的紫微斗数的特质 和八字很大差异 八字是一个数字来的 这是述来的 是另一种不同的方法 在古代孔子时常说 遗正之道,譬如北神,居于众星拱照之下 北神是什么呢? 北神就是我们的紫微斗中最重要的颗星 紫微星 紫微星就是居于北方面最大的颗星 和最光亮的 这就叫北神 所有其他的星在旁边的天体上的星 都是拱围着北极星为主 这颗星我们叫做紫微星 在我们的紫微斗数里面 所以的名字叫做紫微 其实就是因为这颗星的定名 所以叫做紫微斗数 而因为其他星都是围绕在旁边 所以开荒落名也叫做紫微斗数 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董众书 也是很出名的儒家的经典人物 他就把其他八家很多不同的学术 很多不同的专门科目 他都觉得他不够水平 他独尊是什么呢? 他独尊我们的紫微星 觉得这个才是帝王的象征的晶表 也是代表紫微斗数的高位置 因为这些紫微斗数在古代的时候 是帝王学来的 是不传出来的 他只是在里面自己很高层次的那班人 才给他学 而且学那班人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一定要学会很渊谱 而他对很多东西的看法 有个独树一格 他才能够吸收到他的领悟 如何用紫微斗数去批讯运程 批讯国家的走势 或者批讯一间公司的发展 都可以经历了这种方法 如何去做出来 所以号称为紫微斗数 而最终有些人经常说 怎样去将一些不可能的东西 变成有可能 其实在紫微斗数里面都可以做到 除了批命之外 或者是推算 另外一样就是说 在某种程度的升 它是有少少可以改变的 并不是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当然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十二个公位里面的能力 以及它们的特质 而这十二个公位 当你熟练了之后 其实它有一个反应出来 当一些星放进去之后 你加上它原生的公位的能力 那你就可以做了一个基本分析了 这十二个公位里面 其实它们各自都自己有能力 譬如这是父母公的话 其实就代表长辈 有时是他们帮你 或者是他们的期望 如果你的长辈那颗星 我们叫做虎妈的星 是什么星呢? 其实就是紫微星 紫微星就是一颗帝王星 总而很多东西都会管 很多东西都会理 就变成好像很受监管地去做的 但是紫微星也是一颗很有能力的星 它又很想自己去创造自己 所以如果大星进了不同的公位 其实就像刚才所说的 它有自己的化学造型 当你慢慢批准一次 看了两次 你就熟练了之后 这颗星进了这个公位之后 其实它有这样的功能 如果天同星进了这个父母公 天同星既有福气 也会对子女很爱护 或者有匿外的现象 你也可以这样去分辨 其实就是很着意你 有推理的能力 所以它是很科学化的 在你批算命运的时候 你只需要了解那颗星的功能 配在不同的公位 以及再加上一些空星的作用之后 基本上你已经看到 那个情况是怎样会发生 或者发生出来的结果是好还是坏 都可以让你看到的了 我们再说另外的那些 明公主要是你的人格的特质 以及你的喜好 善良 或者是比较凶恶 都可以在你的特质 在明公里面出现的 如果是一颗破军星的话 其实人也比较反叛 而且喜欢很多东西都我行我素 所以你看到一个主星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教育 但是怎样可以让他好一点呢? 就是你要怎样去辅助他 或者用什么方法 让他在一个性格上 得以我们叫做潜移默化 让他慢慢 到了这些时候 他就会想不可以这样做 当作一个警惕 你就可以把那个情况改善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批命未必是坏事 当你知道了 那个人本身的主要命格 知道了情况之后 可能就配合父母的安排 怎样去做得好些 配合小朋友 他的人生观 原来是这样的类型 那我们可能就配合了什么呢? 又缺这些又缺那些 那我们怎样去补足他 当你越早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 那你就容易一些 将这些事情整好 等于在外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批选方法 有些是指文学 有些其他不同的东西 有些是批选人生命运 其实都是当你知道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配合自己想法的方法 以及如何去教导的方法去做 天干地支将来的摆法 也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甲 甲 甲 刚才是属羊的 所以他只会放在哪里 只会在甲五 甲身 甲衰 甲子 甲仁 所以当你知道了之后 其实你不会排错的 那你认住 如果是钉是属于阴的 那他会跑到哪里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星盘本身 都是有阴阳不同的属性 我现在就告诉你 让你明天知道 不会排错了星盘的位置 就是你一看下去 你就知道了 原来我是排哪个位置就对了 就像这个 我摆的位置那些是属于羊的 指的是属于羊的 人的是属于羊 神的是属于羊 五的是属于羊 身的是属于羊 属于羊 这是属于羊的属于羊 这个是属于羊的属于羊 这个属于羊的属于羊 这个属于羊 配夹 丙 属于羊 属于羊 鱼 这五个 就不会配别的东西 你不会看到 越来越走这些属于羊 一定是错的 所以有时候 电脑也会出错的 那你要自己去留心些 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 自己看着 因为这些是基础的知识 当你又知道了这些之后 那你以后去批盘 去摆盘 或者自己用手 去把星庵进去的时候 就不会再安坐 因为我们叫甲 叫阳年 月 叫阴的阴年 那我们放在哪里 月卯 卯 在这里 丁卯 紀卯 贵卯 新卯 不是 这个 贵卯 新卯 就是他们会在那些属性上 是属于阴的属性才放进来 羊的属性就是属于羊的 这样就会很明白 在那个位置上 就能放到位置了 那当你放好位置之后 那些公位就是 羊公永远都是放羊的 甲这些是属于羊的 这些是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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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排列那些叫做什么呢 我们包括那些 刚才说的 年星 月星 日星 时星 都会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 因为它其实呢 都是 来来会会 都是 六十甲子 循环都是这些字的 你熟了之后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了 就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 你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甲五年 一定是甲五 或者甲新的 那是羊 一定是配合在羊 那甲会甲衰呢 然后呢 譬如你 任的 任都是羊的 那你永远都是配合在羊的位置 那你会看到六个公位 在这里的位置 那它会自己配合在里面 那羊公的就配合在羊里面 那六十甲子 它会循环了五次而已 那所以呢 那羊公的就归羊 陰的公位 就归陰的生肖 那你好像这些就是属于阴的 那它就放进去 那配合在排列的位置 就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个位置出来了 那这几粒的主星呢 十四粒的主星呢 就是其实是我们整个星盘里面的主要的关键 因为我们整个星盘呢 都基于这颗紫微星和天虎星的带领之下呢 它下面那几粒的主星 而令到整个星盘整个作用出来 所以我们叫紫微斗数 而这个紫微斗数里面呢 其实另外一个名声呢 就是我们叫做 在天空上面的北极星 它的名声又叫做紫微星 那它带领下面那些主星呢 就是说 它们的主星本身呢 就是一批就是蓝斗星 一批就是北斗星 北斗有七星 蓝斗有六星 那加上一个小小的紫微自己的粒主星 那刚好呢 七粒加六粒就是十三粒 加上紫微星的帝王星就是十四粒星 所以其实它们呢 就是蓝斗星和北斗星的组合来的 就是你望上天文学上面的 蓝斗星组合和北斗星的组合 所以在某种情形之下呢 在紫微斗数上面 其实是有一些是假的星 有些是真的星来的 那它会用一些它们的名字 来做回它们的功能 那我们平时说的呢 就是在我们的组合上面 主要就是说 就是这四个工位为主的 就是命工 财白工 迁移工 事业工 待会我们会说一个 在下年的榴莲 我们都会每一年 有很多人说榴莲 就会说是今年好不好吃 其实在紫微斗数里面 都有榴莲 那榴莲呢 我们会用什么做定位呢 就用立春的时辰来做定位 来计算 譬如我们计算香港 那我们就用那个时辰 计算今年的环境好不好 或者财运 迁移工 迁移工就是在外面的情形 事业工就是在今年的发展方面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模式去最简单 去批准榴莲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形式 或者将来呢 你有机会和人去批准榴莲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最着意的呢 都是这三个 这四个工位而已 就是批个人的榴莲都是这几个 但是呢 只是将这个东西呢 放在那个人的身上 但是最终都是明工 财白工 迁移工 事业工 只是最明显的分别 就是那一年 在哪一道的位置了 所以呢 在一年里面的时候呢 他就是这四个工位的功能是最强的 因为他影响的东西也是最多的 命工就主当年 究竟呢 他那个时间在那里是好不好 如果那个工位里面 很多星是很漂亮的 那当年一定是很好的环境 就是那个基本不会差 接着就再看财白工 千严工、事业工 那就会看到整个榴莲里面 今年基本的架构 就是会是怎样的发展 那在往后一会 那些最美的时候 我会讲这个位置的 那现在我们继续讲了 那如是者呢 如果我们平时看一个人的命工 不是看榴莲的话呢 那这个命工就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呢 包括人的样子 他的个性 行为模式 和那个一生成败那些状况的基础因素 因为很多时候呢 就是 如果他的基本因素好些 或者他有主星 或者主星是当黄的话 那他们又会有低潮 但是如果主星是黄的话 那他要跌了低潮之后 他有机会反转上来 但是如果那个工位本身是很差的 就是没有什么正星 还有很多空星的话 基本上呢 他一生都是主于一个 我们叫低潮 就算好好运 他只是升高一点点 就是难以呢 反转整个命盘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就是说 好丑命生成的定义一样 有时候 他本身的工位里面的命工 全部一些空星的量很大 最大可能性 有时候还是 基本上呢 可能有意外 或者寿命不是那么长 都是先天命工里面的组合 有时候我们看到 那些命工里面 很多那些瓊阳的刀杀在里面 的话呢 可能是很小时候就夭折了 所以 命工呢 除了管这个之外 管成败不止 还是讲生命 如果命不够好的话呢 命工也是有很强烈的显示 那么跟着呢 财白工呢 就是本身呢 在命工在主定位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说 那个人呢 除了从商私企这些固然 主要就是说 他那个财云上 究竟累积量够不够 就是有些人经常说 就是说 可能他一世人 有几百万已经是他的顶榜了 但是有些人是说 几亿啦 几千万啦 或者有些人有横财 都归类了在哪个呢 归类了在财白工这个位置里面 做定位了 而财白工呢 除了说这个之外呢 还有可以说 就是说 究竟你做 会不会是做生意呢 或者 那个财运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暴障 或者有没有机会 去有一个很好的财运呢 都可以在财白工里面看到的 这里呢 就简单些说 说我们的十二个主公 那个变化的布局先 平时我们常常会注重的是什么呢 最着意的是 在命工上面 主要是看自己的情形 当你在兄弟姐妹的时候 除了是兄弟姐妹之外 很多时候就是看合复的关系 合复关系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这个工位很好的话 其实一个人做生意 很难做到一般好的生意 一定会有一些好的搭档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财白工 事业工很好 但是原来兄弟工很差 那效果就是 有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原来 所有的生意 都是自己 亲力亲为 因为你想假寿于人 但是兄弟工里面很差 假寿于人 那些人就可能穿桂桶 或者偷了你赚生意的模式 就已经是自己的创业 变成了他又不会再理你了 但是你这盘生意就一落千丈 因为人家的想法比你更加好 那变成了 你没有了那种独家配方 那你又怎么可以赢呢 所以如果兄弟工不好的话 有时候就是说 没有人帮忙 往往都是要靠自己去做 就是很辛苦地去做一盘生意 所以兄弟工里面很坏 如果做生意 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次 那么夫妻工 夫妻工主要就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 如果工位很好的话 可以帮到什么呢 帮到自己的事业 或者可以交钱给老婆去管理 令到钱更加多 或者反过来 如果是太太的 那先生很有能力 那你就变成了 可以相信去做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将事业 可以一路向上发展 那就变成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配偶 可以帮到你做些什么了 所以我在我们的简秘斗数上面 就是说 当你可以用一个 我们的生活化的角度去看 不同的工位 其实他们的功能 除了好像我们经常看 书里面表现的意思之外 原来深层的意义就是 如果工位很好 究竟有什么利益给到我呢 原来在某种程度上 原来的财运 全部都在夫妻工那里 那会有什么现象出现呢 有机会 你找到一个很有钱的老婆 很有钱的先生 或者当你和他结婚之后 就因为两个人的 一加一等于四的效果之后 变成就可以做一盘生意 原来大家都有想法做生意的 一结完婚之后 就可以在这里面 发挥到更加高长处 那就是夫妻工 如果好的时候 效果就是这样 那 子女工呢 除了平时我们经常说的 你说看子女的关系 和他们好不好 或者多不多子女 这些可以在这里看 但是除了之外 它额外有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呢 额外就是子女工 其实也可以代表是你的下属 如果你这个工位 不是那么好的话 那就是说 有个劳博工之外 子女工也是代表下属的 就是说你和下属的关系不好 很多时候就是说 有时候可能是你要求很高 或者你表达能力不足够 令到他们很全心全意的 可以帮你做事 那这个也属于是子女工里面的位置 另外 子女工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原来子女工好的话 我们也见过一些什么呢 就是 生了小朋友之后 老爸老母的财运就马上飞升 因为有了一个共同体之后 大家都很努力 愿意投心去创业好 为了将来的生活更加好 或者为了子女更加好 令到财运又会向上飙升 这个就是子女工里面的额外效应 但如果你是很差的话 有时候没有孩子 或者是本身这个工位 都是一种没有能力 或者根本没有下一代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去解释 所以你熟练了那12个工位之后 其实到你第二天一看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见到结果 因为这里我们简单说 将来我们会再每一个工位 独立抽出来说一段时间 让你明白更多的道理 以及大约显映出来的位置